2月7日 中国社会救援力量公洋救援队 派遣8名地震救援专家由杭州启航 在香港转机飞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之后 将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展开救援 这是中国首支参与土耳其地震救援的社会救援力量 当天清晨6点10分 身着黄色制服的8名救援专家到达萧山机场 救援队行李包含雷达生命搜索仪 破拆救援装备等多种特种设备 属于航空危险品运输范畴 为此 直飞此次航班的厦门航空协调安检优先检查 大部分行李由工作人员手工运送交接装运 以防设备收损 实践救援行李仅用18分钟便完成装机 9点02分 下航MF8655航班搭载救援队顺利起飞 我们接到通知的话 我们是72小时之内是救活人 所以我们这个搜救犬带过去的 它就是要找活人 所以我们就是带了这条 因为Lucky在我们几条训练当中 它这个犬是比较灵灵的 它会找到人的话 它会主动报警 会飞叫 体型上面也不是很大 然后它又参加过 久灾过地震 带它认为比较合适一点 飞行过程中 航班乘务员通过广播 向乘机的公洋救援队成员表达敬意 预祝勇士平安归来 据悉 公洋救援队是公洋会下属的 专门应对灾害事故应急响应的 国际化专业救援队伍 成立至今已承担国内国际救援任务287次 成功救援7888人